李宗盛雄議員 稅務局今天發出了2021年22年課稅年度的個別人士報稅表 大概是247萬份 當中電子報稅表有大概56萬份 紙張的報稅表有191萬份 財政預算案裏面財政司司長是建議寬減2021年22年課稅年度的利得稅、申諷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百分之百的稅款 而每宗個案的上限就是一萬元 有關稅務寬免的法例其實就已經通過了 我們在計算2021年22年課稅年度的稅款的時候就會落實這個措施 至於賺取租金收入的人士 如果它是符合選擇個人入息課稅的資格 它就可以透過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獲得這項寬減的 財政司司長也建議另一個稅項的寬免 這個就是一個住宅租金稅項扣除 這個建議就是由2022年23年課稅年度起實施的 納稅人就可以申索他自己或者同住的配偶 以租客身份就有關貨稅年度所支付的合資格的住宅處所的租金 而每一個貨稅年度的扣除上限就是十萬元的 相關的條例草案就是已經在2022年5月11日提交到立法會審議 納稅人和他同住的配偶在香港就不能夠持有任何住宅的處所 另外有關的物業或者住宅處所 需要納稅人用作是他自己或者他配偶的居住的地方 如果多於一個居住的地方 要是他們主要的居住的地方 另外他們鎖定的租約就是需要加蓋人法 說到交報稅表的期限 一般人士一個月的時間就是7月2日或者之前 如果是經營獨資業務的人士 他就可以有三個月的 就是9月1日或之前去遞交 如果你是使用網上報稅 就會自動多一個月的延期 既然是他們的確定 都會讓你能夠把自己的地方 趁自己自動多一個月